这是一款DSLR单版摄像套装 操作起来非常的简便 今天向各位来介绍一下它的组装和使用 这就是这款套件的全部配件 接下来我们开始组装 先把快装组件安装在三脚架上 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长度的导轨 富莱士采用碳线杆作为导轨 有重量轻耐高温耐摩擦和耐腐蚀等等优点 取出快装板 把快装板安装到机身底部 好 让我们把机器装入银材 锁紧 安装遮光斗 遮光斗可以使用4乘以5.6英寸的滤镜 后组滤镜可以做360度的调整 安装跟胶环 我们选择挺直的跟胶环 这样可以让跟胶的动作更加顺畅 更加精准 根据对应的镜头 裁剪对胶环的长度 安装跟胶环 安装跟胶器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款跟胶器的卡口设计 可以实现不用拆卸其他设备 直接安装的快装设计 安装上提 安装四通支架 使肩垫能够在更舒适的位置工作 安装导轨 安装肩垫 安装手柄导轨连接架 安装手柄 安装多功能电池架 调整工作角度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电池座的工作角度 来调整平衡 安装魔术手 安装显示器 调整显示器的位置 锁紧魔术手 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HDMI信号分配器 连接导演的监视器 这个位置 好的 这就是这款靠件最完整的组合方式 我们看到我们还可以配合支撑地来使用它 这样可以减少我们手持的重量 方便我们腾出一只手来进行追焦或是其他的一些操作 当然在实际拍摄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时候我们用过着坚卡拍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简化它的组合更方便的使用 好的 现在我们卸掉了手柄和尖电 我们看到这样的组合更适合搭配三脚架或是其他的支撑设备来使用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灵活的操作 比如低脚架跟拍啊 或者说是搭配斯坦尼康来使用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需要更加简便的组合 少了遮风斗和电池座 也让这样的组合显得小了很多 这样更方便我们灵活的操作 这是最简易的组装方式 非常方便我们手持拍摄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配合支撑币来一起使用 以上就是这款套件的组装方法 接下来让我们到外面去看一看吧 这是这款套件最简易的组装方式 我看到组件非常的少 很轻便 很适合我们进行手持拍摄 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 非常适合我们进行第一角度的拍摄 在影片拍摄的过程当中 这款遮光斗可以为我们挡掉一些 不需要进入进入的光线 免得来扣掉给它画面 而电池和电池座 可以为我们整个机器提供 长时间和稳定的电路支持 OK 好 这就是这款套装最完整的组装效果 它的手顶可以调整角度 电池和电池座也可以调整工作的角度 这样可以变成控制前后的重心 这样拍摄前就差不多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